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勇 今天我知道的是一台17大众新的纯电车型 iG4 Cross 虽然大众之前也出过一些纯电的车型 但是那些都是基于一些洋油车的平台去修改而得来的 而今天的这台iG4 Cross 它诞生于大众最新的MEB纯电的平台 都知道在前几年大众的一些传统的洋油车型 在国内可以说是得到了用户和市场的双认可 那么它所新出的这种纯电车型是否又一样出色呢? 一眼看到这辆iG4 Cross 很难去用漂亮两个字去形容 可它又看起来挺顺眼的 大众的设计一直都这样 简洁大方四平八稳 十连八连后看回去也可能不会觉得落后 就像我们在今天看回之前的老捷达老麦腾 依然会觉得盛眼 iG4 Cross的整体感觉也是这样 同时得益于MEB全电平台 前旋和后旋都做得尽可能的短 前后轮之间的空间能被完全利用 车内空间的表现也比传统的那些紧凑型SUV要更加的出色 经验之处 长于细节 车回大众也玩起了灯光秀 而且玩得那么有仪式感 当你踹着钥匙走进这辆车时 它车头以及车尾的LED灯带会依次亮起 连中间的logo也会亮起灯来 特别有仪式感 带着这车去跟妹子约会 肯定会觉得你这车并不容易 而且左车离开后 灯带会依次熄灭 大灯的透镜还会自然的存下 感觉就像告诉你它要休眠了 等待你下次来把它换行 真的有点意思哦 那么这台纯电的大众ID是开起来又怎么样呢 马上去试试看 上车后 并不需要像传统油车那样打着发动机 你只需要轻踩一脚刹车踏板 整台车就会被激活 只要旋动仪表盘旁边的这个挡霸 就可以轻松挂上挡位 这辆ID是COS开起来给我最大的感受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舒适 真的它整体的动力的输出非常的线性 整个电门踏板的一个开度 跟整个动力的输出真的成一个正比 你踩多少 它就给你多少的响应 而且你一个在城市油轴里 你轻点一下油门 它也会一个很顺滑的往前走 不会像一些自主纯电车型那样 你点一下它会给你一个往前窜的感觉 这辆车完全没有 从数据上看啊 这辆ID是COS的电机能提供一个150千瓦的最大功率 公值扭矩310牛米 官方给出的百公里加速大概是8秒5左右 从实际驾驶当中整个的 非常大的数据 即便你把这个电门踩到底 它也不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加速感推背感 但是这个动力 如果您还可能会给你一个太多的工作 我们不能带他这一点 你们不是有个电视频 可以看到银子 它是3个电视频 就是 这个电视频 是3个电视频 速度 і慢音乐 好 我说不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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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起来也是非常的重庸的 有一点特别想说一下的是 这辆ID4的整个刹车的脚感 跟以往的大众或者一些欧洲车 一点就有的刹车脚感有点不一样 它更像一些日系的SUV类案 你要踩的比较多一些 才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刹车力度 那么有玩偶会说 这会不会是因为这辆车的后轴 所配备的一个古刹所造成的呢 其实我想说古刹跟叠刹 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在连续高强度的自动当中 它的热衰减性会比叠刹差那么一点点 但其实在市区使用当中 古刹的自动力会比叠刹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整体刹车偏远的感觉 跟这个配备的古刹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这个配备的古刹又是不是 这辆车来到中国之后的一个减配的行为呢 其实也不是 全球版本的这个ID4 其实配备的都是后轴古刹的一个刹车系统 因为这是一辆纯电的车型 配备古刹的话 它能量回收会更好一些 它的整个续航的里程也会更多一些 基于MEB纯电平台的好处 还有它的前悬架的摆放 不用再为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空间而将就 所以前轮的转向角度能做到很大 因此这辆车的最小转弯半径只有10.2米 与一台飞度相仿 那么这辆ID4COS又值得买吗 我试驾的这款是个长续航的车型 NEDC公换下的全续航里程为550公里 按照我们一些电车的使用经验 按八折去算 新车正常使用个400到440公里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个里程完全能满足你5天的上下班通勤 只有周末周边出游的一个要求 基本就一个星期才充一次电 而且你只要花21.99万 就能买到这个550公里的长续航版本 还是比较划算的 毕竟特斯拉Model 3 还有小盆PC的标准续航版本的续航能力 都没它强 而且都比它要贵一些 所以从一个纯家用通勤的角度来说 这辆ID4COS还是值得被推荐的